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叫Eason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 是我们的一款新产品 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开发这款产品的一个初心 以及它的应用的场景 记得四个月前呢 我的一个同事 他找到我的脖子 就比较不舒服啊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主要是戴这个劝恶头盔的时候很重啊 然后上面还要再去加一个电池 他的颈椎是受不了 那作为产品经理的我呢 其实听到这种 这种抱怨呢 其实是挺开心的 因为一旦有抱怨就一定会有需求 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这款新产品的一个诞生 它的名字叫挂博一栋电源 其实最开始它都不叫挂博一栋电源了 它叫相群电源 我就跟我同事说 我说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啊 因为相群电源好像是给给狗用的啊 我们还是改个名字吧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看看我们这款产品 这就是我们的这款产品 它的材质呢 是硅胶的啊 它是可以随意变化 来 黑带给大家看看 带上之后呢 微按压 它是可以随着我们的肩部 肩部的形状变而变 对吧 而且它前面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 此夕的设计 最开始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发现说 呃 这个产品 带上来之后 跳啊跳 它会散开 它会散开 所以呢 才增加了这样的一个 此夕的设计 有的时候这个此夕设计之后 有一个特点就是 感觉很解压 会不会解压 会不会解压 是吧 嗯 好 那 现在直接就是上手 来给我们的头戴充电 嗯 我就直接展示Pico 4吧 因为最近Pico 4出来之后 大家都是经常抱怨说 掉地很快 嗯 好 慢速还原 好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是 这种设计的 大家会很好奇说 这个产品 戴上头盔之后呢 会不会说是 呃 干涉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 运动 那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呃 基本上我们也是 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呃 比如说我们这个 L型的一个 设计我们的线是往后走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手 是不会干涉到的 当然呢 假如说是线往外掰的时候呢 那是确实是会干涉到 但是我们这个走 线的走位 是往后走的 嗯 OK 然后 头戴用的时候呢 确实是 呃 手其实是不会碰到这个位置来的 啊 啊 好 我们实际进行到一个体验中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开始运动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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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躲避红色的障碍人 躲避红色的障碍人 非常好的节奏 好 那各位小伙伴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有关于 呃 我们这个挂鼓移动电源 的一些吐槽 也好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 会对它进行改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